大家好,我是Pyga 今天中午的時候突然聽到新聞說 日本漫畫家鳥三明去世,享年68歲 我想鳥三明應該很多人都會知道是誰 我想就算不知道這個名字,不看漫畫,不看動畫 都應該有聽過龍珠或者IQ博士吧 這兩套作品這麼深入民心不單止在日本 在澳門、香港、全世界都非常受歡迎 而這兩套作品的作者就是鳥三明 消息是今天才被公佈出街 而其實鳥三明在3月1日已經過世了 在今天才公佈出來 而他的死因是急性硬膜下血腫 我當下第一個反應是難以置信 按道理來說,鳥三明應該生活都過得比較舒服 怎麼都會有人在好好照顧他 所謂的急性硬膜下血腫是什麼意思呢 我一開始就想是否代表中風呢 不過他Google了之後就發現 出現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腦部受到衝擊而引起 例如發生交通意外 或者在家不小心跌倒的時候令腦部受傷 就會引發以上症狀 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其實電視台這邊也有詳細報道事件 當中有醫生透露 有可能鳥三明現在這個年紀68歲的時候 正在服用的藥物 是一些可以令到血管暢通的藥 而如果這個時候頭部受到衝擊的話 是更容易出現以上提到的狀況 其實接下來日本這邊的報導 應該都不會太詳細說他發生什麼事了 甚至乎在鳥三明過了生一個星期之後 舉辦了葬禮才公諸於世 很明顯家人都不想電視台或媒體去過份採訪 所以就不清楚具體發生了什麼事 而引發到這樣的狀況 那他的病和他的職業會不會有關係呢 畢竟做漫畫家都是背負著沉重的壓力 算是一份燃燒生命的行業 雖然他畫完龍珠1995年完結之後 已經沒有一篇長篇漫畫是定期連載的 但年輕的時候捱壞了身體會不會對老年的時候有影響呢 也可能有機會 不過這個就不知了 而且他畫完龍珠之後 某程度上已經賺了這一輩子都花不完的錢 而且他的漫畫都會有人購買 人氣也是每年上升 每年都會有收入 不過他也有從事其他不同類型的創作活動 包括遊戲的角色設計 參與動畫製作 甚至乎是汽車的設計 涉獵都很廣泛 去年他其中一套短篇作品 《沙漠大冒險》才是上映電影 接下來在Disney Plus 都會有動畫上映 所以某程度上 鳥三明並不是已經忍退 或者每天只顧著打機 都是有繼續工作的 由1978年在周刊漫畫少年Drum 開始連載以漫畫家身份出道開始 繼繼漫畫已經足足有45年時間 繼續從事創作活動 他做漫畫家之前 在高中畢業之後 曾經做過平面設計師 因為他小時候家裡比較窮 家裡沒什麼錢 所以物質生活就不豐富 平時的興趣就是畫畫 喜歡看漫畫 看鹹蛋超人 所以高中學設計 畢業之後 就在名古屋的廣告公司做了平面設計師 但因為當時他的工作態度比較差 經常遲到 實際工作內容他自己覺得比較乏味 做了兩年多之後就辭職 後來他一邊打散工一邊畫漫畫 誤打誤撞就投稿去周刊少年Drum 亦給當時的編輯賞識 經過一番努力下苦工之後 就成功出道成為漫畫家 在漫畫周刊少年Drum 連載作品 在1980年開始連載IQ博士 大受歡迎之後 去到1984年又開始 重新連載另一套作品 這個《龍珠》 本身龍珠開始的時候 都好像IQ博士一樣 以輕鬆搞笑為主 但當時人氣非常之一般 在每個星期讀者投票當中 幾乎都是排第尾的 所以後來就將故事主線 轉為格鬥漫畫 同時畫了很多受歡迎的配角 令龍珠漫畫成為超人氣連載作品 後來也改編成為動畫 亦被香港TVB買回來轉播 就像我們這些80年代出生的人 基本上都是對這套動畫充滿回憶 不單是動畫 龍珠閃卡都存了不少 當時我記得香港TVB播放的龍珠的時候 每逢週六晚上播出 正常來說 父母都不會讓你起床看 不會讓你這麼晚不睡覺 所以我每個星期都會偷偷起床 看電視看動畫 有時候甚至只關了聲音 只看畫面都已經覺得很開心 還有儲存不少龍珠卡 我記得我儲存的龍珠卡 很多都是下場慘淡 我在澳門的時候 因為經常水浸 有部分龍珠卡 被水浸濕 沒有了 然後有部分被我媽媽丟掉 當時龍珠到尾段的時候 有一點後勁不計 可能是因為孫悟空已經彈出主角位置的行列 但他的兒子孫悟凡 就沒辦法能夠承擔主角角色 因為長年以來孫悟空身邊 已經出現了太多有趣的角色出現 包括笛子魔童、彼達、無限、天津凡等等 但孫悟凡擔正後 他身邊出現的角色 也好像沒辦法超越前人的位置 而且孫悟凡本身也沒辦法承繼他父親的位置 所以我想這也是其中一個龍珠 沒辦法繼續連載下去的原因 另外龍珠有一件事比較有趣的 就是他裡面的人物角色的名字 是來自很多生活用品或食物 天津飯餃子可能就會知道 但我們所熟悉的阿樂 他的日文名字是叫做飲茶 而孫悟空的老婆Gigi 他的日文名字其實是很色的 比達就叫做蔬菜 而他的老婆莊子的名字叫做燈籠褲 也是一些藍色的東西 而菲利就叫做雪櫃等等 這個龍珠漫畫連載完結之後 其實鳥三明都涉獵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 這個也是鳥三明厲害的地方 他的漫畫除了大受歡迎之外 他漫畫裡面的分鏡設計 人物設計都是非常深入民心的 我想鳥三明的畫畫功力 在日本的漫畫歷史來說 都應該是數一數以勁的其中之一個 他可以不斷地在不同的年代 都可以畫到一些吸引到人的插畫設計出來 而且我個人很喜歡他漫畫裡面的世界觀 感覺是挺歡樂的 即是他減少了漫畫連載之後 參與遊戲演出 例如說是勇者鬥惡龍 超時空之時裡面的人物角色設計 或者是時代背景的世界觀設計 我覺得都挺漂亮挺不錯 而這兩款遊戲都是很受歡迎 尤其是勇者鬥惡龍 基本上如果沒有了鳥三明獨特的世界觀畫風的話 我想都很難想像這款遊戲會變成怎樣 今天傳出這個消息之後 很多現役的知名漫畫家都表示大吃一驚 包括孫悟空的動畫配音野澤雅子 他現年已經87歲 想不到鳥三明年輕過他但早走過他 今天中午的時候 日本這邊的電視台已經很快有專題報導 除了講了剛才關於鳥三明的病的起因之外 也有介紹到鳥三明長年以來生活在名古屋 同時也介紹了他生前經常幫襯過的一間餐廳 訪問老闆也有介紹鳥三明來到會吃的食物 報導一出之後 我想這間餐廳也會有很多人務名而知 以及會去吃鳥三明經常來吃的一道菜 這也是很符合日本人的經濟模式 那這段影片先說到這裡 雖然鳥三明在畫完龍珠之後的很多作品我都沒有怎樣看 又或者龍珠最近這幾年十年八載出的新系列我都沒有怎樣看 不過龍珠或者他以前所畫的短篇作品 IQ博士我都很喜歡 而他也是不可以否認的就是我們的80年代80後的童年回憶 那大家對以上的內容有什麼意見都歡迎留言討論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和訂閱 也可以選擇用Superfans來支持 又或者可以在今晚稍後的時間去另一個頻道去看直播 我們可以繼續討論這個鳥三明 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